龍捲鋒在星期日晚襲擊古巴首都哈瓦拿 造成最少3死172箱 哈瓦拿市面因為大風和大雨嚴重受損 意大利內政部長薩爾維尼威脅說 要對西製里島沿岸一艘移民救援船的船員提出檢控 這艘船被禁止在意大利停靠 船上有47名移民 特朗普總統已經解除了一對多間俄羅斯公司的制裁 這些公司與副商德里帕斯卡有關 他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盟友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瓜伊多號召在今星期舉行示威 他試圖在與馬杜羅的對抗當中爭取軍方支持 菲律賓南部一座大教堂在星期日發生兩宗爆炸 據稱是由激進組織阿布沙耶夫發動 事件造成20死81箱 有幾乎大學都在上 有幾乎大學都在上 又是深入